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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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天水居士所说的有缘人 不是我 此 高明师父 时间宝贵 我们再说 李宗盛 我们再愿 我们就让他入土为安吧 天水居士 后生刘伯温 实在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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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您的遗体在这风吹雨淋 要让前辈意 要让前辈入土为安 冒犯之处 请前辈见谅 我们再去解冒犯之处 这是关系 一般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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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那个 修补命格的宝典 我知道了 天天水 你真是用心两骨 你都已经作画了 万般皆空 你根本不在意 是不是能入土为安 不过你顾夜座这个安排 就是想要测试看看 看这刘国师 是不是有这善心 如果有 他就能得到这本宝典 对不对啊 原来如此 小心点 别让他散掉了啊 甜天水啊 谢谢啦 老那我呀 现在了解他的意思了 如果呀 一个没有善心的人 他如果得到这本命格的宝典 他呀 不但啊 不会帮助别人 他很有可能啊 还会做些自私的用途 甚至可能啊 会去伤害别人 这样 不但啊 要承担泄露天机的过 又不能得到 帮助别人的功 这样啊 对作性很不好的 不过呢 这只是品德方面 如果是智慧方面呢 就像你这种 对命理的知识啊 非常的丰富 这样才有办法做到 德智病重 也只有这种条件的人哪 才能得到这本命格的宝典 哈哈哈哈 天水军师 你真是用心良苦 谢谢你 伯温一定会好好的善用这本宝典 嗯 嗯 哎 刘伍师 快翻翻看 看里边到底写什么啊 哈哈哈哈 命格护充 会遇到天前的准备 哦 下一张下一张 天打雷劈的 闪避方式 嗯 哎呀 下一张下一张 凭病孤的 闪避方式 哎呀 再下一张下一张 少年腰折的 闪避方式 嗯 里边怎么全是一些避天前的 哎 难道都没写什么 要怎么修改这个命格吗 啊 有了 啊 因聚格 避天前的方式 哦 嗯 虽然无法 改补命格 但是避掉天前 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啊 不过刘国师啊 我看他写的这些 哎呀 不止有你哟 哦 还有你那个妻子 刘夫人 哎 我说是阿秀嘛 哎呀 这你们两个人生辰 还有啊 你们每一年的这 成庆纪念日 都要做法 才有办法避开天前 哎呦 这很麻烦的 只要能够跟阿秀在一起 再麻烦的事 我都愿意去做 哎呦 那是你现在还没到那个年纪 才说这么轻松 那薄底里面有血 你每一年都要做法 而且 这做法 会损失你很多的灵力 而且 一年又比一年 损失得多 高明师傅 阿秀为了我 付出了这么多 就算要损失我的灵力 我也是心甘情愿 这么说也对了 哎 哎 每一年都要做法啊 你就会记得 阿秀他的生日啊 到底什么时候 啊 还有啊 你们的成千纪典日 是在什么时候 哎 哎 说不定了 最后算起来啊 做法啊 还要比着 不管老婆麻烦 哎呦 高明师傅 你是出家人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哎呀 你没想看老大我 啊 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出家 你总算愿意跟我说了 哼哼哼 没错 老呢 我是因为啊 一心相服 嘿嘿嘿 哎 报复金层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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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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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秀 你怎么了 夫人 我好怕 我好怕 别怕别怕啊 有我在这儿别怕 阿秀 你怎么了 啊 你是不是又看到什么都是 夫人 我刚刚看到 啊 啊 你是不是又看到什么都是 师兄他拿着刀 不知道在刺什么 然后 我就看到好多 好多好多的血 师兄的衣服上面 都是血 怎么会这样 你有没有看清楚 温儿在刺什么 没有 可是我看到师兄的表情很痛苦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夫人 会不会是师兄在外面出了什么事 不行 我现在要去找师兄 哎呀不行 你要去哪儿找呢 你先别急 你现在看到的 只是温儿在刺什么 不是温儿被刺啊 我想温儿不会有危险的 是这样吗 是啊 阿秀 你先别担心 说不定刘国师真的是在杀鸡 还是杀什么东西啊 说到杀鸡啊 我叫小粽子帮我杀鸡 不知道他杀好没有 小粽子 你不去杀鸡 怎么跑到这儿来啊 还杀鸡呢 有人来杀人了 是谁 就是那个整人的姑姑啊 现在在大厅大吵大闹呢 啊 老夫人 我和小粽子先出去看看 走走走走走 别怕 刘伯温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说要帮我找我儿子 你这个骗子 你给我出来刘伯温 叫你出来你听到了没有 林姑 林姑 拜托你不要再吵了 我们先生不在 你骗鬼 谁说他不在 啊 他知道我来了 所以就故意躲起来对不对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找到他 走开 刘伯温 刘伯温 你给我出来 小粽子他 他真的没有骗你了 我们刘伯温真的不在 你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这个傻粽子 他骗了你对不对 我 我警告你啊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你千万别被他骗了 否则就会跟我一样 连儿子都不见了 我知道 林姑 谢谢你啊 可是你误会了 我跟小粽子没有在一起了 我阿草啊 才没那么笨呢 随随便便就被人家给骗了 那你是说我笨了 我很笨是不是 我 对了 我笨 我最笨了 是万三骗我 要不我也骗我 现在 连灵猫也没有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我实在好可怜哪 小粽子 阿草 你们去忙你们的 我来跟他说 好好好 走走走 我真的好可怜 可怜哪 林姑 你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回零星界了呢 回去 别做梦了 柳伯公还没找到我儿子 我怎么可能会回去 我是跑去找沈万三 当初把我儿子抱走的就是他 他还以为躲起来 我就会算了吗 看着清醒 二皇子朱爽是他的儿子 应该没错呢 可是 我要怎么说呢 那样会出事的 可怜哪 他也是身为人母 为了找儿子都已经疯了 我怎么忍心 让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我这些失德的因果 到底要背到什么时候 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才好 老太婆 你怎么了 没有 我想跟你说 你的儿子 你知道我儿子在哪儿 我 Quality 老太婆 你怎么了 没有 我想跟你说你的儿子 你知道我儿子在哪儿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很想帮你找儿子 可是 不知道温儿那儿 是不是有消息了 那你知道你儿子在哪儿吗 他就 不行 温儿的事情太重要了 我不能对他说实话 免得他要节外生枝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个孩子真是的 他答应你的事情 应该对你有个交代才对呀 对嘛 你这句话才像是人说的话 每个人都在骗我 当本姑娘那么好骗哪 其实好人坏人 我一看就知道了 你儿子在不在 真的不在 对 我一听就知道你没有骗我 好吧 我相信你 我走了 林国 等一下 又怎么了 有一件事我想要问你 什么事啊 就是阿秀的眼睛 你不是有灵猫的眼睛 帮他换上了吗 可是他最近老是会看到一些 还没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哦 这个啊 我忘了告诉你们 我那只灵猫 原本就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现在阿秀换上了我灵猫的眼睛 那他当然也有这个能力了 哦 我说是什么人 躲在后面不敢出来见人呢 是我 林姑 阿秀 阿秀啊 夫人 呃 我们正在谈你的事情 我知道 我已经听到了 听到就好 伤得我再说一次 可是 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问林姑 哎哟 你们怎么这么啰嗦 什么问题你快问 我想请问林姑 我有没有办法 可以化解我所看到的事情 没办法 只要你看到的事情 就一定会发生 如果你勉强要改变这个结果 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你可知道 我为什么会答应 把林芒的眼睛给你吧 那是因为他早就知道 自己有这个结束 所以前阵子才会这么不安 我就知道 哎呀 又有事情要发生了 又有事情要发生了 那他以前是不是有出过什么事 当然了 要不然我怎么会有经验 林姑 你说说看吧 你们知道吗 这猫啊 有九条命 他已经死过八次了 我就知道 他这次绝对逃不过 而且 我早就从林芒的眼里 看到瞎眼的阿秀 要不然你想想看 我怎么可能会跟你们母子下山 难怪了 难怪我救了那个小孩之后 自己的脚却受了伤 所以啊 所以以后 你别想要改变这个事实 要不然 你一定会受到伤害 爹 你今天来这里是要告诉爽儿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见面就问消息 也不会跟爹心打个招呼啊 你说好消息就是好消息 你说坏消息就是坏消息 嗯 你这个人也真是奇怪 好消息就是好消息 坏消息就是坏消息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算是坏消息 我们运用智慧 也能把它变成好消息 伤害了 你可知道刘伯温为什么在影天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忽然离开影天 去外地 我当然知道啊 一定是在讲什么计谋 要对付我们 不过我是谁 你是谁啊 我们这一组这么强 不用怕 无论他有什么样的计谋 我们一定可以应付的 这次你猜错了 刘伯温不是为了要对付我们 他是为了自己的私事 私事 刘伯温也会有私事啊 我补了一挂 竟然是闺妹 婚姻之相 但是呢 是个违反常理的婚姻 刘伯温呢 为了要娶王阿秀 为了要破解他自己音质阁的问题 竟然离开影天去找方法了 这样啊 我觉得刘伯温呢 是脑袋坏了 只不过是成亲嘛 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吗 像爹跟娘 这样多好啊 两个人在一起高兴就好 不娶也没关系啊 你这个死孩子 别说到这儿来 越说越不像话 那都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 刘伯温人不在影天 我们可以好好地执行我们的计划 没错 计划 刘伯温想得还真美啊 还穿了一身红 高高兴兴地要成亲 我的师父一定会让他的一身红 变成一身的血 开口闭口都是你的师父 满脑子想的都是你师父 真不知你把你爹放在什么地方 别吃醋 别吃醋嘛 爽儿当然会想到爹了 不过爹啊 你要送什么成亲大礼 给刘伯温跟王阿秀呢 对呀 阿秀这个女孩子这么好 现在她要成亲了 我应该准备一个大礼送给她才对 对 送大礼 娘 你说得对 我们一定要送一个大礼 而且这个礼是越大越好 大到 大到让他们高兴得要死 对 两位班的母亲做了缺德的事情 要是能够调查清楚 我们就可以送给这办喜事的刘家 一个料相不到的大礼 爹 这个赖雪已经死了 回的线索也断了 爹这个大礼要如何办起呢 要是落在别人手上 就真的是死无对证 不过 要是落在我胡卫庸的手上 落在你手上会怎么样 我可以做法到阴间去找阴差 调来赖雪的阴魂 就算赖雪她真死了 她也逃不过胡卫庸的手掌心 爹 这次的法系怎么那么奇怪 都是元宝还有明纸 你没听人家说过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阴差也爱钱呢 难怪朱元璋当上皇帝 也一样想得到聚宝盆 爹 如果想起阴差 是不是用钱就可以了 别的阴差我不敢说 但是我认识的这个阴差 就只爱钱而已 阴差你也认识啊 那当然 我毁庸的人脉是上天下地 无所不在呀 哎 时辰差不多了 我要开始作访了 爽儿 你为爹护访 是 多许多藏寝足了 有谁还意济盲碎 能于霍处方为府 借向仇家满得恩 几怪正通难免恶 须知以赴不藏眼 招征目界归何处 进入全满与现满 敏林兄 你好久没来了 今天是什么原因 要让兄弟发财啊 武士不登三宝殿呢 来来来 这是要孝敬你的前经 哎呦 怎么这么客气 我怎么好意思收呢 想事一见 想请你帮我个忙 帮我调一个阴魂 这有什么问题 是哪个不长眼的阴魂 得罪了我们迷离兄呢 其实也没什么 只想问他几句话 我要找的阴魂 他名叫做赖雪 是位京城的女子 赖雪 好 那是哪一个雪 要怎么写 白雪的雪 怎么样 奇怪 没有哎 我先听想 再注意 其他事 现在 这些天 那边 有什么 你 你 就是 这些天 这些天 在那边 我 我 在那边 所以 你 我 怎么样 奇怪 没有啊 咪哩兄 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呢 真的找不到 奇怪 难道这个赖雪 根本没有来到阴间 看起来是这样子 没错 不过咪哩兄 我的后屑 有倒是买卖不成人也在 放心 虽然这阴魂没找到 不过开给你的后屑 绝不会少 相爷 你终于平安回来了 平安回来不算什么 不过 不过这次你又失败了是吗 虽然我没调到赖雪的阴魂 不过也不算是失败 没有调到赖雪的阴魂 不算失败 那么爹 应该怎么样才算失败呢 那是因为赖雪的阴魂 根本不在阴间 不在阴间 那在哪里啊 你真好笑 不在阴间 当然是在阳间了 正表示 赖雪的阳寿还未尽 他还活着 还活着 那很好啊 那么我就可以把赖雪 抓起来 他如果不肯配合 我就让他的阳魂变阴魂 赖雪没死 太好了 热雪 热雪没死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去救赖雪 可是我如果救了她 那么夫人过去 龙子换凤子的事 要是被人发现了该怎么办 阿秀 阿秀 你怎么了 阿秀 你怎么了 你说 我有事 出去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不是 阿秀 什么事啊 跑得那么快 也不跟我说一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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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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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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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 我在捡这个 老夫人 你好厉害啊 这是我替汪儿捡的 等你成亲的时候 我也替你捡 老夫人 你捡刘国师的就好了 不要说到我这里来了 怎么了 你害羞是吗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有什么好害羞的 这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谁都一样 只是 温儿的婚事被我耽误 不知道有解还是无解 老夫人 先生他们回来了 真的 温儿 娘 我回来了 高兵师父 阿弥陀佛 老夫人 先生跟高兵师父 他们一路赶回来 肚子也饿了 我跟阿草去准备一些吃的 好 你们去 好 走 温儿 你们有没有找到天水居士 娘 天水居士已经往生了 那么 你们的婚事就无解了 也不是无解 虽然我们呢 来不及见到天水居士 不过呀 我们有找到他们留下来的一本书 这书里边就写得很清楚 要怎么避开天前 只是 这他们父亲俩啊 以后 会比较麻烦一点 刘伯温 刘伯温 哎呀 你终于回来了 我儿子呢 哎呀 这位整人的姑姑啊 我们为了留国师跟阿秀的婚事 是忙得焦头烂额的 你就别来闹了 死结冰 臭结冰 你在说什么 难道 国师跟阿秀的婚事 有什么问题 哎呀 就是国师他命里的英质 哎呀 哼 哎 哪有人说话说一半的 你快说呀 哎呀 跟你说有用吗 你只会闹而已 谁说我只会闹 你不要小看我 我告诉你 嗯 我知道 一定是国师命里的英质阁出问题 这就是说 家中有人做了什么缺德的事 才会遭到天谴 影响到子孙 国师跟阿秀的婚事 会受到这么多的阻碍 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这么说对不对啊 哎呀 对呀怎么样 你会计改吗 谁说我不会 要计改还不简单 我 啊 啊 哦 我知道了 我想 怎么都不见人影呢 原来你就是出去找人计改 哎呀 你真是有够笨的 何必要到处跑呢 来问我 我告诉你不就好了 林姑 你知道你就快说呀 江湖一点绝 其实这说起来也是很简单了 只要国师的长辈 能够帮人家骨肉重逢 那么 就可以把英英智阁的破格 补起来 至于要怎么找到集群人帮助骨肉重逢的人呢 嘿嘿 答案很简单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哦 我想起来了 高明师傅 你还记得豹石洞 山壁上所写的诗句吗 哦 客来千里不招待 留书一本 赠有缘 欲知不命缺憾事 是荀子姑娘最相知 难道林姑 这是荀子姑娘 没错 就是她 嘿嘿嘿 可是我们要怎么帮她找回孩子 师兄 嗯 高明师傅 哎 阿修 你回来了 阿修 阿草说 你刚才慌慌张张跑出去 不知出了什么事 没有了 我只是 又看到了一些事 想去证明一下 哦 那么你证明到了什么吗 跟我看见的 都一样 阿修 到底是什么事 我只是 只是 又看到了一些事 想去证明一下 哦 那你证明到什么了吗 跟我看见的 都一样 阿修 到底是什么事 没什么 只是一些 很普通的事而已 对不起 我现在 有点累了 我先回房休息了 阿修 阿修 到底是怎么了 阿修 师兄 阿修 请进 阿修 心情不好 没有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真的没事 你不要想那么多 阿修 你不要骗我了 我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 你的个性 我怎么会不了解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打算要老实地告诉我 还是要一直隐瞒下去 师兄 你知道 灵魂的小黑灵 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 我现在的眼睛 是小黑灵的眼睛 所以我也有 小黑灵的这种能力 之前我才说 我能遇见还没有发生的事 这我知道 你又看见了什么 问题不是这个 是灵魂说 他要我 不能改变所预见的事 为什么 如果你改变了呢 那灾祸 就会降临到我身上 阿修 你老是跟我说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没有 我没有做什么事 阿修 你老是告诉我 不要瞒我 师兄 我拜托你不要问我好吗 我能说的 我就会跟你说了 你不想说 我绝不会勉强你 不过我要知道 我能了解你的心情 有些事情对你来说 非常困难 有时候 也让你别无选择 可是我相信 不论你做了什么事 都是好事 我绝对不会怪你的 阿修 我们不要谈这个了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跟高冰师傅去找天水居士 虽然他已经往生了 不过他好像预知我去找他 他在石墙上 已经写好 解除我们遭天请的方法 本来我还不是很了解 可是后来因为灵姑的一句话 提醒了我 只要我帮灵姑找到她的儿子 就能解除我们殷至格的诅咒了 你说什么 帮灵姑找到她儿子 只要我帮她找到她的儿子 我们就可以澄清了 怎么会这样 如果真的找到灵姑的儿子 不然过去所做的事 我就会被人发现了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样忠用我跟师兄 阿秀 阿秀 你怎么了 难道你不高兴吗 师兄 我是不是应该去找灵姑 把事情说出来 说朱爽就是她的儿子 这样他们母子团圆了 温儿应至格的诅咒就可以化解了 我应该去跟她说 我现在就去 娘 温儿 娘 你要出去 是啊 我想出去走走 透透气 娘 你先不要出去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来 你先坐下 什么事啊 我已经找到 能够破除天前诅咒的方法了 所以我决定 要和阿秀 如期完婚 那很好啊 可是高兵师父不是说 以后会有一些麻烦吗 是有一点麻烦 可是我只要帮灵姑找到她的儿子 我就能够破解天前的诅咒了 好 这样就好 娘真高兴 我很高兴 娘 您怎么了 没有 娘是为了你跟阿秀感到高兴 温儿 你真的决定了吗 要是你遇到什么为难 娘虽万死 也难死其一句话 刘国师跟阿秀姑娘 总算要成亲了 本王实在是替他们感到高兴 这刘国师常年辅佐我父皇 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耽搁了 现在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太子 那么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准备一份贺礼 送去给刘国师他们 可是本王之前已经送过了 有这个必要吗 这可不一样啊 当初太子只是皇子的身份 但如今已经是万人之上的摄政王 这个礼数当然不能省了 好 秦山 看不出来你还想得这么周全 对 你说得有理 本王现在可是总管朝政的摄政王 这个面子怎么能不做足呢 本王一定要包一个大礼送给刘国师 国师与阿萧姑娘要结成连礼了 真是好事多么 不过总算是开花结果了 不行 国师一直帮助我 不过不管我的伤势有多么严重 我一定要亲自前去祝福他们 爹 娘 是谁的喜帖啊 谁的喜帖你不会自己看吗 哇 伤手不测嘛 哎 他是谁 我们的儿子 嗯 哈哈哈哈 爽儿 刘伯温跟王阿秀成亲了 你有什么看法啊 爽儿的看法不重要 可是我知道我师父的看法 他一定会选择破坏 只要我师父出手 刘伯温跟王阿秀一定躲不过 不只是闪万三而已 这种大好的日子 我怎么能错过呢 哼哼 爽儿 我们当然要好好的去给他们庆祝一下 没错 我们一定要庆祝到最高点 像这种人家池州 我在旁边喊汤的事情啊 爽儿我最专业啊 哎 你们两个人的心好狠啊 人家刘伯温跟阿秀 好不容易才可以结尾连理 你们两个不去祝福人家也就算了 还要去破坏人家 你们有没有良心啊 良心 良心一斤值多少钱 刘伯温处处跟我作对 如果不趁这个时机下手 要等到什么时候 再说了 这次还有个闪万三 多一份力量 了不温 你想躲也躲不掉了 相爷 你 你 我警告你 上一回就是因为你太过心软 才放造拉草 这次你最好别再有富人之人 坏了我的大事 师父 是 师父 你在斗小鸟啊 弟子府里也有一只 跟这一模一样的小鸟啊 我帮他取名叫刘伯温 这只叫什么 这只也叫做刘伯温 漂亮 师徒同心哪 看你这么高兴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是啊 师父 我先来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 刘伯温准备要跟王阿秀成亲了 真有这回事 是啊 弟子认为他成亲的大好日子 就是我们下手的大好时机 太好了 刘伯温三番两次 坏了我的大事 这一次 我绝对要他喜事变丧事 出家变出壁 好狠啊 狠到最高点了 可是师父啊 这个刘伯温武艺高强 心思缜密 照过去的记录看来 要对付他可不容易哦 你放心 不论刘伯温的导航有多高 我还是他的师叔 他要跟我斗舍自找死路 而且这一次是他的大喜之日 只要我催动咒语施展法术 他是防不胜防啊 刘伯温呢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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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插翅难飞啊 阿秀 阿秀 夫人 夫人 来 请坐 我今天来 是想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 是什么事啊 就是今天灵姑所说的 要帮助他人骨肉重逢 才能弥补温儿 应治阁失德的问题 不行 夫人 夫人 你绝对不能这么做 如果真相被人揭穿 你会被当成罪人审判的 啊 你说的都对 可是要害人家骨肉分离 这是事实 这件事都是我一个人造的你 这件事都是我一个人造的你 夫人 我知道这件事 在你的心里造成很大的阴影 不过这是沈万三逼你的 这也不能全怪你啊 可是 因为我的一念之差 和你跟温儿不能结为连理 阿修 我实在很对不起你们 我真的不知道 当初做这个错误的决定 竟然会牵扯到二十几年后的现在 害得你和温儿不能结为连理 你 阿修 请你原谅我 天爱梦梦 真多也梦梦 我要好去有好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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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 心中 別再說 別再說 你開真的眼鏡 心愛的車不中 悶痛的心悲傷 但我會高興 為真道 咎你相 當世人百尊重重 將著悲傷 花在寧願 勇敢向前衝 臨海沒夢 真海啊沒夢 我要好求好將 希望你不悶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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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就比上荒涼 为真度高